宋先生所提出的茉莉花革命 正式要把这些人要稳定下来 替这些人提出一个愿景 所以这个农地跟农舍继续再打下去 对马先生是非常非常致命伤 我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小弟在地方跑比较少 我台南也是农业县嘛 很多也是农民 我们安南区一大堆都是渔温 大家听到这个新闻 如果说是打压农民 很多人很难做一样的联想 农民会住这样子吗 我在台南没有看到农民住这个样子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 他花900万就盖起来了 大家听了也是吓一跳 我觉得这个东西把它简化成 等于打压农民 只有民进党做得出来 民进党最近的口号是 你这么一打农地掉三层 变成口号农地有掉三层吗 我觉得第一时间 平安心讲我们法规空间有模糊 或者中央地方解释不清 那都可以检讨 那当然你把模糊空间创造到极大 因此盖了这么一个房子是事实嘛 那在这样的情况 你第一时间人家挑战你执意义的时候 你说我没有错 他先讲我没有错 他后面就很难收了 因为你讲完没有错之后 后面就好多事情要做了 譬如说报纸写的 突然原本没有果园的 突然冒出很多极子出来 原本柏油路开始把它包除变成泥土路 如果没有错需要做这些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东西已经不只是观感问题 也不要把它扯到 过去被质疑农地盖豪宅违反法规 我记得很久以前 什么台开案赵建民的好朋友 宜兰那个医生 什么农地还盖个游泳池 大家也是觉得说这样不可思议 他后来把它拆掉 怎么没有人听到说 这样子是在糟蹋农民 这样子农民有危机意识 我所见到农民跟郑胜兄 您见到真的不一样 大家是义愤填腻 哪有法度 我没法度去这种家 他有法度去 为什么我的这边限制 最扯的是还把陈瑞人扯出来说 陈瑞人为什么可以盖农舍 我不行 结果照片一秀出来 人家是13坪的工具间 真的是老老实实在那边 种东西享受田园的 而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不要扯那么远 如果亲民党或者民进党 对台湾农业未来发展 有一些积极面的争议 我觉得我拍拍手 这是好事情 可是你把这样子的议题导向说 而变成全部的农民 都跟苏嘉全站在一起 多数民众没有办法接 这样的农舍绝对不是台湾一般农民 如果说台湾的农民 都可以住这样的话 那国民党早就应该万年执政 像这样一个房子 像昨天有个民调调查出来说 觉得它应该拆掉的67% 觉得不应该拆掉的13% 台湾像这样的房子很多 一万两千户 不是全部的农民 我看过我在台南念书 台南的农民不是住这样的 甚至台北的农民也不是住这样 台北县的农民也不是住这样 这样的房子不是一般农民 它是县太爷的公管 你不要搞错吧 一般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当然这样的议题 到底未来还会延烧成什么样 会对选战造成什么样一些影响 可是我们其实长期来 也会讲说 这块土地上 每一个身份或职业的人都应该被关心到 因为尤其是农民 你看为什么前一阵子大家会吵说 那个老农今天谁家多少 七千八千一万 大家都要关心农民 因为我刚刚前一开始就讲 自古以来农民如果你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 因为如果农民没照顾好 当然现在你说时工环境不一样 农民生产粮食不够 那大不了外面进口或什么 但是你如果真的把历史翻开的话 只要农民出问题 就表示大家都吃不饱 大家吃不饱 老子连吃都吃不饱 我一家老小饿都饿死了 我有什么好选择的 我就跟你拼了 我就在这个地方也是饿死 我拼搞不好 跟着那个拿枪杆子的 搞不好打出一片天还不饿死 所以长期来都会这样 我刚刚前面举的那几个例子 欧老师 黄金之乱大吧 对 而且弄出了多少名人啊 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 黄金之乱啊你 其实安土重圈 是我们中国农民 三千多年来 他的精神 然后外国的史学家 汉学家都说 中国的农民 是全世界最训良的 几乎有吃饱 其他都不要住了 连穿衣都没关系 暖不暖都没关系 然后那时候就是 因为汉朝 这个已经为什么 水灾 汉灾 黄灾 一直交替 一直都不断 而且那时候百姓 苦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申诉无门 跟人家讲 没有人救济你啊你 那时候就有一个河北的记录人 叫张角 他因为他本身 三一命捕相都会 就看地理啦 全材 算命啦 然后这个看日子 然后算这个医术都会 然后他会 浮水浸奏 常常用这个浮水来治病 结果跟随他的人很多 甚至大家为了跟随他 还互相的这样践踏 踩死的就一万多人 被踩死的就一万多人 为了要去追随他 踩死一万多 踩死的就一万多人 你看跟随的群众多少 他那时候立的这个黄金 这个黄金的军 他们说 骂他说黄金贼 他是用 还是用宗教来做抵制 为什么 他用太平道跟米热火 他说我就是米热火转世 米热两个字就是大慈悲的意思 然后他就派一个叫张元毅 这个徒儿 派混进这个宦官里面 为什么要刺探说 这个汉朝到底要对我们 有采取什么 这个剿毁 这个剿 怎么样来剿我们 对 来攻击我们 这个秘密 但是不幸 就一个叫唐州也是徒弟 竟然被判 结果去告密 结果害这个张元毅 被人家车裂 然后在拷打的时候 在刑期的时候 他也供出来一千多人 就一千多人 全部被屠杀 刮慢擦完 然后 这一千多人被屠杀以后 这个张角觉得很紧张 那一定要仓促其事 结果就仓促其事 那时候把张角 把全国 分为三十六方 每方一万人 他那时候 他说 昌天已死 皇天当立 这个 睡在甲子 天下大吉 那时候 几乎所有的城墙 公共建筑 全部都有甲子两个字 刚好是甲子的前一年 张角这样子一个晚上 登高一呼 四方响应 竟然一百多万人 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 一百多万人 然后真的一直攻攻攻 但是汉朝 很幸运就是为什么 他刚好有一个攻这个枪 枪组的这个军队 还没解散 而且非常彪悍 竟然就是攻这个枪组的军队 把这个散漫的 没有组织的 没有训练的这个黄金军 就这样子剿灭 而且另外一点 就是那时候张角 本身也生病 根本群龙无首 失去了领导 所以这个一百万的农民大运动 竟然只有十一个月而已 但是他的影响多深远 就是让汉朝后来变成 所有的军阀科剧 变成十三个州 乱七八糟 他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后来看到的三国演义 他后来出来三国演义的第一章 你去看 豪园三结义那一章 就是黄金 然后他们去搅黄金 因为黄金这一挂 接下来另外一挂 因为在那个时候和林帝派的 你如果读史书里面 或是你看一般的连续剧 何敬大将军后来的包括董卓 包括刘关璋 因为在搅黄朝的过程当中 曹操其实他着力胜身 而且他也立了一些战功 所以后来才有一连串的 三国演义你看到的这么精彩 但大部分是拜官也使 可是anyway他就是出现了 这么大的一部巨著 好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起义的过程说实话了 真的讲农民起义 有很多的农民也会被利用 或是说那个过程对他们来说 也非常的辛苦 常常都会是这个样子 对 要利用他们啦 用很多的一些方式 那些农民才会来嘛 我给你吃给你什么混 打下天下以后 所有的田地大加分 你刚刚提到三国演义 其实水浒传也是 也算农民起义 然后黄金之乱之后 其实还有个皇朝之乱 然后再过来就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那个是更大 整个清朝几乎都被影响 那我们不要讲到说 历史上这一些 什么几百万啊 什么八百万 有的是说八万等等 民国以来啊 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清末民初 你看这个老百姓 农村的景象 瘦成这样子 清末民初啊 而且这么多的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毛泽东 毛泽东其实他也是农民起义 这个在1928年的时候 他秋梭暴动 秋梭暴动后来失败 当然就逃到井冈山 所以我们都说井冈山落草 落草就是说 因为他其实也是农家子弟 那也不要再提到说毛泽东 台湾有史以来四大革命 第一个郭怀一 这个是在荷兰时代 也是农民起义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只要说你这个吃不饱 你以食为天嘛 你只要说吃不饱的时候 就会造反 这是必然的 近代史里面228 我举一个例 228花生的前夕 台湾新生报的报纸上面写什么呢 台大台湾大学 休克 为什么 宿舍没有米饭可以煮饭的 所以民养港这些 全部请你回家回台中 因为宿舍没有这个 没有道名 你说这个会不会乱 连大学生念书的宿舍 都没有饭可以吃 让你回家的时候 228绝对爆发的 OK 来 菲萨姐 其实讲到说农民革命 我想刚刚那张 那个民国初年的那一张 其实那个时候年年兵荒马乱 然后那个时候军阀隔剧 然后全国都在那边打仗 所以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 瘟疫 流行病 然后缺粮 就是饥荒 那一定会革命 可是台湾今天没有那样的现象 是有一些不公 贫富不均 但是没有到说农民说 哇 你这样的话是抄家灭族 没有到那种程度 我如果是农民 我如果不要是农民 我如果有那一栋房子 我简直是要高呼万岁